中国国务委员兼外长秦刚6月18号在北京同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举行会谈 此次会谈是在布林肯担任国务卿后首次访华 也是美国国务卿时隔4年多的再次访华中进行的 秦刚在会谈中开门见山指出 当前中美关系处在建交以来的最低谷 这更凸显此次会谈在中美关系中的重要性 外界期待从中看到中美关系改善的信号 专家认为此次会谈展现出中美共同维护两国关系的意愿 是致力于校正中美关系的一次回拉 双方意识到当前中美关系处在一个不利的局面 也有这个意愿就中美关系的问题进行坦诚的深入的沟通 首先两国官员的见面是积极的 然后这个对话也是坦诚的 也是深入的 我觉得是在一定程度上是回到了中美关系的这个正轨 也就是说一定要落实两国元首的共识 此次会谈中中美双方达成了一些共识 突出体现为五个双方同意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美国研究所副所长苏小辉认为 五个双方同意并没有超出两国元首巴厘岛会晤共识的范围 但体现出中美现在都意识到关系下滑的危险性 美国政府看到的是不断的打中国牌 会使美国的对华政策空间不断的被压缩 最后自己动弹不得 我觉得这是他的一个基本的认知 所以我觉得达成的这个就是说这个我们的这种同意 还是反映出双方希望稳定关系的这种共同的意愿 当然在下一步落实的过程当中 必须要相向而行才能够落实 有些是相对宏观的原则性的 有些是具体的工作反映就是说 尽管当前中美关系面临着很多困难 但是还是有合作的空间 不是所有的问题都是完全对立的 比如说在人文交流 在双方的这个涵帮问题的安排上 所以今后我们可以以这样一些问题为切入点 苏小辉认为 不折不扣是此次会谈中方表达的核心要点 他指出 两国元首巴厘岛会晤共识的内容是丰富且明确的 不折不扣的落实共识 才是中美关系重回正轨的基础 这一次会谈达成的共识当中 有很多保持沟通的内容 在落实共识的时候 美方一直强调的沟通 但沟通不是共识的全部 也就是说如果双方之间仅仅是保持沟通 所谓维持这种最基础的稳定 这并不是落实共识 而是美国要从根本上来客观理性的看待中国 美方关于不打心冷战 针对中国的这种政治制度表示尊重 等一些相关的一些表述 都要真正落到实处 这才是中美关系能够稳定 然后重回正轨的一个基础